这里就是恒山山脚下的南岳大庙 这也是入口 周围全是卖香的 来恒山主要就是 很多人是为了祈福 烧香 我是为了来爬一下恒山 所以就不进去烧香了 在这儿烧香还挺贵的 这个门票是要60 然后香都挺贵的 在外边买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的都有 路边全是卖香的 所有的店都是卖香的 然后算命的 这是南岳大庙的外墙 看看里边的建筑 里边应该同时有佛教和道教烧香的地方 好像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儿 所以据说是非常理念的 南岳大庙的东门 外边应该都是新盖的房 将来应该是个小吃街之类的 寿越恒山 江泽民的字 南岳大庙外边有个房厂 上边有个大顶 南岳天下秀到此人增寿 烤鱼椅啊 和顶 看看就好拍拍照 就不往上爬了 天太热了 我就住这个边上的客栈 交通最上方便 看看房间 这是个阁楼房 有点便宜 稍微矮一点影响不大 设施都是全的 民宿门口的这个广场 到了晚上真热闹 这应该是主要是当地人在这儿 晚上在这儿休闲 有锻炼的 有舞棋的 带着孩子玩的 还有游乐项目 竟然没有跳广场舞的 这地儿不轻跳广场舞吧 这上边就是白天看的那个大顶 山区这种地方就是 周夜温差比较大 晚上特别凉快 白天晒得要死 住在城市里的人 太羡慕这种生活了 夜温差比较大 都不妨 中午 都不经许 中午 早就則不晓到 明天晒得要死 是 你们 你们 最后 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